各位邻里大家好呀 我是偶尔打平衡拍的白菜 去年的战绩8000的视频 在全网各平台都非常的火爆 说明大家非常关心这只拍子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战绩系列的 全新旗舰球拍 战绩9000的上手体验视频 关于和战绩8000 以及其他一些球拍的对比 我们下周奉上见钱期待 本视频将继续按照客观介绍 主观感受总结和购买建议三个部分 大家可以按需跳转观看 首先是外观 这个和尚配色不对 是EVA初号机配色 深得我心 我的联名款羽毛球就叫初号球 之前战绩8000在这两个位置 有一个挤的贴纸 没有了 取而代之呢 是一些机甲风和鳞片样式的贴纸 绿色部分两点钟位置 大概这个地方 标记了一个叫T1100 这是一种非常高规格的探数 但是呢 不是说探数的规格越高就一定越好 但我可以用不出来 你不能没有 对吧 线孔是常规的76线孔 全线槽的设计 在12点位置呢 加上了一条8连钉 用于拍头的补墙 但是这个连钉用久了 如果需要更换的话呢 会稀微有一点点麻烦 拍框的面积稍小一点点 有求有反馈呢 需要适应 初期呢会比较容易打框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点点的大小没有什么区别 填须的面积很正常 这次用战机9000呢 我几乎不需要适应 上手直接就能打 中感官方宣称呢 是6.6毫米 我实际测量下来呢 最细的地方是6.9毫米 这个漆水呢 是相当的厚实的 中感官方宣传的打框呢 是适中 这把4U的 我个人感觉呢 也不硬 而且还挺弹的 官方宣传的平衡点呢 也是适中 大约就应该是300毫米左右 那我实际量下来呢 是297毫米 不过底下的这个热缩膜 它大概会影响3到5个毫米 所以呢 也就大概是300毫米上下 握饼是有加长的 一共到追盖210毫米 但是没有G6的握饼 比较可惜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把长饼 短杆 拍面略小 设定上比较柔和的 4U平衡拍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糖水拍 那么实际的使用感受呢 先交代一下 这上面的线和手交 因为我最熟悉的 YY的Export 63缺货了 或者说涨价很厉害 所以我暂时选择 李宁同线径的N63来替代 N63相比XB63 它的设定会更加的软 弹一点 同时呢 没有涂层 打起来呢 它会比较容易的跑线 所以呢 时不时就要理一下线 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烦 我用XB63的时候 是完全不理线的 磅数 依旧是2628磅 YY的四节 手交呢 继续是我熟悉的AC148 但是AC148 它虽然有紫色和绿色 但是跟这两个颜色的差别 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呢 我也就没有用 白线 白手交 非常的百搭 上线上手交之后呢 它的平衡点下降到295毫米 重量是93.4克 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聊上手的感受 拍子到手呢 一共才打了四个小时 两个小时男单 两个小时男霜 所以呢 感受并不深 也没有机会呢 跟任何的球拍进行对比 所以呢 我今天暂时回答不了 任何的对比结果 去年8月份 我们在西安第一次上手的 战绩9000的拍子 来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的普遍感受 基本上都是又重又硬 有一部分原因呢 是3U的调校 确实是拍头会更重一些 中感会更硬一些 打起来呢 会像一把大杀气 而不是一把平衡拍 更加的激进 然后当时拍子上的线呢 都是30磅的L67啊 或者N61啊 这样的线 打起来呢 我个人是非常的难受的 不过这次的4U版 我就完全没有打不动的感觉 本来头几拍呢 我还是尝试着 抱着近位的心态去打 结果两分钟之后 我就完全的放开了 完全没有当时 打战绩9000的感觉 反而更像战绩6000 这个拍子的宣传点呢 叫控制之巅 怎么去理解呢 我觉得正好贴合 我最近打单打 这种极致四方球的打法 之前在视频里面 我也经常说 我这一个礼拜 又打了多少多少个小时的 多球训练 其实呢 就是一直在练四方球 落到实战 我也是以打四方球为主的 后场 尤其是在正手后场的一排平高球 用9000打前呢 就非常的准 然后正反手往前的推 调 落点呢 也是非常的好控制 而且呢 弧度也非常的好控制 经常就能刚好过对方的头顶 逼对方转身或者反手打球 这种准呢 区别于上个礼拜 用35磅的6五线的那种准 那个呢 是你需要发100分的力气去打 然后他出100分的效果 这个呢 就可以相对的随心所欲一点 他就能恰好的落在你预想的那个范围里面 然后尝试了一些P掉和收掉 我分别尝试了发力的P杀和普通的P掉 P杀呢 那个落点会更加的深一些 但是球速非常的快 不过我个人还是更加习惯于 平高球结合P掉 这样最大范围的去调动对手 至于杀球 我想是这一类平行派非常难以避免的短板 他既不像速度派那样球非常的快 又不像进攻派一样球非常的重 而关于杀球的快和重 这个争议了很多年 我呢也没有办法给定论 不过我前不久看了一个教练 他解释的 如果你杀球的时候 大臂动了 发力比较长 那么这个球呢 就是又长又重 如果你杀球的时候呢 这个大臂锁住的 靠小臂手的手腕 那这个球呢 就可以又尖又快 很多网友喷我 杀球会抡大臂啊 这个发力不对 但是我反而觉得 这种球在男双里面特别的好用 他杀出去的球 那个线路正好就在肩膀上下的位置 是很难接的 但是不伦大臂的杀球呢 我也会 不过由于我个人比较菜 手指手腕力量还不行 所以呢 这个球他只能尖 没有办法很快 最后我们聊聊小球和平抽挡 往前的搓放和推腰 我个人觉得他非常地好控制 但是对于勾对角这个环节 这个拍头呢 稍显轻了一些 所以呢 很容易勾大 平抽挡的环节 就要说到这个锥盖 他好看 但是不好用 我个人建议大家把手胶 再往上缠一缠 缠到这个为止 这样呢 平抽挡的时候 就可以拿得更高一些 更好发力 虽然是个上手体验的视频 不过还是跟大家扯了非常非常多 我的主观感受 简单概括呢 这个拍子 就如他宣传的那样 单打打操控 去拉掉四方打突击 是非常合适的 不过本结论 仅限于4U的这一支 最后是总结和购买建议 对于大部分打单打 拉掉四方抓突击的人来说呢 战机9000非常的合适 对于大部分双打打往前 去做球 分球的朋友呢 他OK 但是不够快 对于大部分后场的选手来说呢 他的进攻稍微差点意思 控球路还OK 建议考虑3U的版本 或者其他类型的牌子 目前的行情呢 非常的高 因为刚上市嘛 而且很难买到 很多人订了货 但是没有办法发 现在预订呢 大约都是1200多块钱 现货1400多块钱 荷包紧张的朋友呢 还是先忍一忍 或者市面上 还是有很多 其他类型的平衡拍的 我也说过 平衡拍这种拍子 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 你打不出质的区别 一旦有质的区别 那他就不是平衡拍了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 做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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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法给你身边所有想买 战机9000的朋友 大家就关注我的频道 这里是拉马学二手 我是白菜 我们下期接着聊 战机9000 拜拜